古装剧一直都是非常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类型 尤其这几年来古装剧的题材跳脱了以往 并增添更贴近现实更风趣的剧情 绝对是你爱上古装剧的原因 所以说喜爱古装剧的你有福了 因为这个11月份有高达三部古装剧相继开播 而且每一部都是重磅好剧 肯定让你期待不已 第一部《乐游园》由许凯和景田主演 这部剧讲述的是 皇孙礼仪和将军之女翠玲之间相爱相杀 最后携手拨乱反正 以江山为聘 共赴乐游园的故事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设定是非常带感的 预告来看 这部剧不管是浮华道 还是故事 以及演员的颜值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礼仪和翠玲那是甜的不要不要的 从头甜到后面 长戏不断 吻戏也不少 绝对能够撩拨你的那颗少女心 可以说这部剧绝对是有着爆款前置的 果然额场出品 还是很不错的 《乐游园》是知名作家 《非我思存》的新作 尤其亲自作证编剧 对于角色的刻画和情感的铺陈更加细腻 让立体饱满的人物悦然屏幕至上 而将真情使感投射于作品 也更能够使观众与剧中的角色产生共鸣 此外 剧集由实力派导演郑伟文指导 配角阵容豪华 众多老戏骨与青年演员加盟 让网友直呼坐等上线 第二部则是宁安如梦 由白露张灵鹤领行主演 此番两人的合作 无疑就是强强联手 在戏外本就有所恋爱传闻的情况下 两人各项实力以及CP感绝对在线 是一对非常值得期待和好客的荧幕情侣 能为整部剧提供诸多的话题度以及竞争力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女主江雪宁重生后发生的故事 曾经的她无依无靠 为了自保 甚至是贪婪辜负了真心对她的人 她少尽了心机当上皇后 所以重活一次 她要洗心革面 这样的剧情是让人期待的 更何况又是白露主演呢 虽然说在此前宁安如梦三番五次的空降失败 但聚集的人气和热度 却是一路上涨 在爱奇艺战内预约人数 在精力撤荡风波后 不减反增 现如今已经突破了640万 直逼700万 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制霸全网的存在 可见网友对于宁安如梦的期待值有多高了 紧凑吸引人家节奏感强的剧情之外 剧中多条感情线的CP组合 更是一大加分点 最后一部就是古装传奇爱情剧《风起西周》 由纳扎、许卫舟、刘端端领衔主演 前作《风起霓裳》 可是当年芒果的收视年冠 续集延续了霓裳的主创阵容和剧情风格 主要讲述了纳扎扮演的库迪琉璃 和许卫舟扮演的裴行俭的故事 他们是夫妻 因为裴行俭被贬 所以两人一起去了西周 与当地司马区重遇刘端端共同保卫百姓 维持安定 《风起西周》将视角从热闹繁华的长安 转到暗流涌动的西周 以充满神秘观感的抑郁故事 丰富的人物设定 以及亮眼的造型拉满观众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风起西周》不仅故事升级 人物也将经历更多意想不到的重重关卡 以不一样的方式成长与蜕变 刘梨将凭借自己的聪慧与勇敢 克服种种困难 成长了一名有见识 有担当的女性 三部古装剧都很和小编的胃口 很下心来买了VIP 可以慢慢看了